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从外媒获悉,特斯拉更新了Model S的前排座椅设计 从外观上看,新款座椅棱角更为分明,视觉上更有现代感 座椅的表面纹理深度相比老款明显降低 头部、肩部、腰部的人体工学设计也有细微的调整 坐垫看起来似乎增长了一些 虽然椅背更薄了,但官方人员表示 座椅的乘坐舒适性却反而有所提升 而特斯拉除了在座椅设计方面投入了不少精力外 前段时间还爆出了其一项能够主动调节座椅冷卵的专利设计 力气候提升座椅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舒适性 还有设计表示,特斯拉还在研发新型座椅填充物的发泡材料 目前,在特斯拉的中国官网上 Model S的订购页面已经能够看到更新后的座椅设计 这也意味着目前订购的Model S已经适配了最新型的座椅 只不过交付时间要等到明年一季度 不知道最后交付会是什么样子的,期待一下吧 随着特斯拉Cybertruck的发布 全世界对一纯电动皮卡的讨论达到了空前高度 这也吸引着部分车企开始从试制于新兴市场 而在日前,JIP引牌旗下设计师Lang 就发布了一套JIP全新概念皮卡车Cone的设计图 设计风格十分前卫运动 与传统皮卡的设计风格大相径庭 这款JIP概念皮卡车的整体设计风格硬怕而动感 千连的线条十分锋利 前锋挡倾斜角度颇大 中网区域的七条竖像开孔设计 致敬了JIP的经典家族设计元素 和特斯拉皮卡相似 JIP这款概念车皮卡的前发动机占用比空间较小 且中网采用了半封闭的设计 或预示者该车将采用纯电驱动的系统 看着外观不知道你会选择特斯拉还是吉普呢 俄罗斯媒体格雷萨发布了第八代高尔夫GTI的假想图 前脸方面红色四条贯穿了大灯及中网的上方 并且在中网左侧增加了GTI的名牌 前保险杠下方的格杉造型 也与普通版车型有着较大的差异 两侧有着类似的侧塞的设计 其内部还保留了前五灯 而中央则为硕道的蜂窝状格杉 前翼子版上方同样增加了红色的GTI标识 轮圈尺寸相比普通版车型更大 悬架则更低 符合其运动车型的定位 车尾部分除了增加GTI标识外 原型的排气为主 也明显有别于普通版车型的隐藏式排气 目前大众官方已经确认 未来将推出高尔夫GTI 以及高尔夫R 两款第八代高尔夫的性能版衍生车型 至于GTI TCR以及GTD车型 目前尚未确定 并且这两款车未来引入国内的可能性也并不高 此前插电混动版的全新高尔夫GTE 坐拥了245马力 预计GTI的动力将与其接近 对该是感应区的期待一下吧 一组北京BG80的叠照图片近日被曝光了出来 外观方面 这台陆式的北京BG80与现款车型几乎没有差别 车身整体线条硬朗 视觉肌肉感十足 轮圈样式也与目前在售车型相同 车位部分并没有增加特有的动力标识名牌 类似部分同样与现款车型相同 只不过车内增加了不少的检测仪器 并且挡把车位的视板也进行了拆除 而从中控台帖友的质量判断 预计这台车将搭载3.0T V6发动机 目前在售的北京BG80搭载的是2.3T涡轮质压发动机 满足国6排放标准的车型 最大功率为170千瓦 风有距345牛米 与发动机匹配的是一台6速手机底变速箱 不知道新车多久发布呢 近日 在光智汽车举办的相关活动上 厂商展示了一款光智全新SUV的效果视频 外观造型上 这款全新的SUV车型延续了光智5类似的无低柱设计 前脸方面采用了倒梯形的进气格扇 车侧是双色车身 视频中这款车型采用了红色车顶加白色车身 加黑色包围的三重色彩组合 车位采用了全新的字母标时 取代了原有的扣形车标 同时尾灯造型也比较修长 中间配以多个四条贯穿 类似方面同样很有科技感 当下时髦的设计元素在它身上都能找见踪影 首先中控台及门板的配色采用了黑白搭配的设计 双幅式方向盘造型独特 既然盖上的标识与车尾一样 采用的是字母logo 在中控台的正上方 它配有三角形带液晶屏的AI人工智能小助手设备 前面正向触摸口采用了长条撞影尝试的设计 周边的摆设部分则采用了大量的整皮包裹 中控台里的多媒体系统屏幕尺寸达到了14英寸 并且将空调控制功能也整合其中 据悉这款采用了全新平台的SUV字形 将在2020年北京测展期间发布 其定位可以理解为全新一代观置物 对该是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订订阅关注微角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